今天下午是一个非常棒的盛会 我想在正式开始论坛之前 我们借由大家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市长 李又昌林市长来为我们今天的 开始的这个论坛之前来讲几句话 掌声欢迎我们的市长 谢谢 那我想其实今天的时间非常的宝贵 那我们在座有许多我们与会中量级的一个贵宾 那我想我时间不要耽搁太多 这个等一下应该要多听取大家的一个 宝贵的一个意见 但是在这个之前我还是要特别感谢 我们吴俊仁吴馆长 以及我们社大这个我们郑校长 他们两位共同促成了今天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论坛 那我想基隆这个城市 是一个说实来是一个非常有条件的一个城市 但是落幕跟层级蛮久的一段时间 那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城市所拥有的一个资源 把它统合来运用 那特别是各个基督班跟各个单位的一个力量 没有办法整合起来 那我想这个是过去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包括我们海大 包括我们渔业署我们蔡署长 以及我们港务公司蔡总经理 还有我们吴馆长 还有我们北关处我们陈处长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基隆市 这个城市未来要转型 未来要发展的关键的一个力量 那我想其实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 其实在之前 包括市政府跟我们港务公司的一个合作 还有跟我们渔业署的一个合作 其实都已经开始在展开 那未来包括相关的一个单位 海大的一个力量 还有我们这个海客馆的一个力量 以及我们北关处的一个力量 再继续加进来 我想基隆市政府不能 基隆要改变不是只有靠基隆市政府而已 而是需要大家的一个力量 把它结合进来 那我看到这次委员会 许多都是我们地方上的一个士生 有士之士 我想再一次表达欢迎之意 也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把大家的一个想法 把它提出来 那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的一个贵宾 的脑袋里面其实都有空盘的一个规划 那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跟说明 然后大家互相交流 把整个的一个蓝图跟我们要走的方向 把它这个收敛 把它这个形成一个共识 最后就是大家一起奋斗努力 朝我们共同的目标来前进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仪会 也感谢在座所有的贵宾 谢谢大家 好 这次谢谢市长 我想有市长的代理及权力的支持 我想我们今天所有能够产出来的关键力量 一定能够代理基隆往前进